OK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采访的是来自中国广州市黄埔区新港小学的温丽正校长 温丽正校长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您这次参加挪威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第一次带学生到挪威参加挪威杯 这确实是一次很棒的经历 我相信呢 对于学生来说 也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段经历 那您觉得挪威杯比赛和其他比赛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 挪威杯比赛跟其他比赛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其他的比赛呢 更在乎的是比赛结果 输赢 但是呢 挪威杯呢 是更在乎学生们 能够孩子们能够尽情的享受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友谊 这是最大的不同 那您对主办方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挪威杯的主办方的确非常棒 面对着三万两千多名孩子 他们能够有条不紊的组织他们的时数 的确非常的不错 而且我听说餐饮也做得非常的棒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挪威杯的志愿者 他们的确非常棒 兢兢业业的做好每一项工作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他们的志愿者从六岁到八十岁都有 这一点的确很难得 那请问您回到广州之后将做一些什么呢 我觉得短短的八天时间 给学生们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 他们从一开始的在乎每一场比赛的输赢 到最后 他们非常尽情的投入到这个比赛之中 尽情的享受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尽情的去认识各国的朋友 我觉得挪威杯最棒的地方就是 它实现了所有热爱足球的孩子们的梦想 这一点让我感触非常深 接下来回到广州之后呢 我想我要改变一下 我们对足球推广的一些理念 好的谢谢您 finished 我们对足球推广的梦想